杰森和迈克尔正面相遇 两大终极屠夫的巅峰对决 究竟谁更胜一筹 就在昨天 布索战神杰森再次受到召唤 苏醒了过来 复活后的第一件事 便是戴上自己祖传的面具了 然后走到一旁 拔出40米大杆道 一场残酷的杀戮已经悄然开始 而在另一边的秘密基地 成群的弗布勒严阵一带 里面关押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杀人魔王迈克尔 弗布勒收到上级秘密文件 要求将迈克尔转移地点 在重兵的看守下 迈克尔被送上了卡车 一切看上去风平浪静 但此时的迈克尔知道 他重生的机会来了 果然就在到达目的地后 发生了意外 前来接收的管理员 趾高气昂的嘲讽迈克尔 还命令手下摘掉他的头套 然后鬼笑着说 我还以为你三头六臂呢 原来前不久被杀的女人 正是管理员刚交的女友 现如今他要杀了迈克尔 为女友报仇 就在这时 迈克尔先发制人 抬手抓住一名佛伯勒 双手发力将他整个脑袋扭转360度 另一名佛伯勒 从身后冲上来 勒住迈克尔的脖子 但三两下就被打倒在地 迈克尔缓缓走上前 对着他的脑袋哭吃一脚下去 紧接着 又一名佛伯勒拿着尖刀 插中了迈克尔 却没想到 他竟然毫无反应 半定的转头 给佛伯勒一通旁走 而那个倒地的管理员 偷偷捡起地上的手枪 对着迈克尔一顿乱射 但技术太烂 完全没有打中他 没有办法 管理员只能慌望逃算 可想从迈克尔手上逃走 怕是有些难度啊 迈克尔捡起地上的长刀 开始追赶 此时的管理员已经被吓坏了 疯狂地朝树林跑去 看着身后追上来的迈克尔 他一边逃跑一边开枪 可他还不知道 醒来的杰森 已经听到不远处的枪声了 管理员躲在树后 神情慌张地四处查看 可当他转身的一刹那 男人被屠夫迈克尔追杀 一路狂奔来到树林 可不料 转身又被杰森一刀劈中 他缓缓走上前 抡起大砍刀 猛扎下去 而这一切都被迈克尔看在眼里 当面抢夺他的猎物 这人怕是脑袋有包啊 杰森的横刀夺爱 彻底惹怒了迈克尔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迈克尔走上前喊住了杰森 两大终极魔王 就这样正面相遇 看着架势 他们谁也不服谁 一场屠夫大战在所难免 杰森走上前 率先发起了进攻 一把大刀横批树砍 但都被迈克尔巧妙躲开 这时迈克尔展开反击 一把尖刀猛扎杰森 但这似乎完全不起作用 这下迈克尔有点懵 看来是遇到硬查了 恐怖杰森不依不饶 对迈克尔步步紧逼 很快 迈克尔被一刀砍中 倒在地上 然而令杰森倍感意外的是 迈克尔也毫无痛感 又站了起来 杰森继续发动猛烈攻势 反观迈克尔全程疲于招架 四处躲闪 很明显 迈克尔完全处于下风 杰森一刀劈空 坎在了地面 迈克尔抓住实际 将他推到树上 连扎树道 但结果又被杰森打了出来 杰森抓住他的脑袋 对着树干疯狂撞击 脑瓜子都被撞得嗡嗡作响 到这迈克尔已经完全处于下风 最终他被杰森打倒在地 看上去已经无力反击了 杰森得意的走上前 再次对着迈克尔猛踢数十下 就在杰森捡起砍刀 准备彻底了结他时 迈克尔又一次满血复活 杰森拿起砍刀 准备杀死迈克尔 而此时的迈克尔再一次站起身来 原来他和杰森同样有着不死之身 迈克尔摸了摸廉价的鲜血 握钢图的粉底啊 愤怒的朝杰森冲去 但结果还是被杰森一刀劈中 赢得最终胜利的杰森 拖着迈克尔的尸体来到附近的仓库 然后从里面找出一捆麻绳 准备帮助迈克尔 可当他出来后 却发现迈克尔已经消失不见了 杰森一翻插汗 突然感到后背凉嗖嗖的 果然就在他一转身 迈克尔就扔起斧头 对着杰森一同断开 然而这些物理伤害 对杰森来说根本就毫无作用 反应过来后 杰森立马展开反击 一把将迈克尔扔到桌子上 紧接着拿起地上的斧头朝他走来 与此同时 迈克尔抓住眼前的木头抵挡 只可惜瞬间被杰森打得稀碎 起身后的迈克尔和杰森缠斗在一起 两大凶残屠夫见面 谁也没想到对方都是打不死的小强 突然迈克尔抓住实际 将杰森打倒在地 然后拿起麻绳 死死缠住他的脖子 用力一拧 杰森就这样 硬生倒地一动不动 就在迈克尔捡起斧头 想要劈开杰森的时候 一辆小汽车带着劲爆的音乐开了过来 三个男人分别拿着武器 来到迈克尔跟前 并且直言 你已经被包围了 赶紧放下武器投降 此时迈克尔 内心毫无波澜 全当放屁 这时老头端齐分子 对着迈克尔开了一枪 可接下来的音幕 差点把他吓尿了 与此同时 身后的杰森也被惊醒 在遇到外人的时候 两大徒夫却出奇的团结一致 三两下就把几人送去了西田 接下来又到了他们的对战时刻了 亽AK PES 不贴 每四都那都是 一终的